今天我們告訴大家一支口紅 三種不一樣的塗抹方式 可以達到不一樣的彩妝效果 在這邊也隆重介紹一下 YSL在2020年的情人節 就推出了限量版的口紅 它的這個金色的外裝 一貫是YSL非常經典高雅的設計 但是如果你買兩支的話 你就可以發現當中的這個 驚喜有沒有發現呢 如果你把兩支口紅放在一起的話 就可以看到有這個LOVE的字型 然後呢還有這個蛇 紅色是一個非常危險的 口紅唇彩的選擇 有時候如果真的是塗抹方式 不恰當的話 男生會覺得會有一點距離感對不對 所以呢今天呢 我們今天就教我們 怎麼樣的三種塗抹方法 可以顯示不一樣的氣場還有氣氛 如果你要花到比較自然一點點的 通常我們會用比較 Stain的方式就是用紙 手指去壓它 就把它塗在這裡 這樣不就很浪費 然後再用一個手指 我存了很久的錢才買的 然後拿著鏡子 OK我幫你拿 不要不要我拿 我自己來 輕輕這樣子壓上去就OK 輕輕點水啊 這樣OK啊 就這樣呢 然後你要even它 你就再用另外一個手指去 是這樣嗎 然後再搖一搖 OK OK了 然後第二種呢 第二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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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能就可以直接 這樣子畫上去 直接畫上去嗎 我不要 我要漸層妝 所以我們被選 剛才那個做法 我們就在唇的中間 再加強 然後再嘴巴這樣子 所以中間畫一個圓嗎 嗯 就這樣子而已 我先把嘴巴遮起來 哈哈哈哈 OK 中間啊 嘴巴壓一壓 OK 然後再用你的手指去壓一壓 就這樣嗎 對 所以我們剛剛學了兩種 那第三種 我要有氣勢的 第一種 有一種就是 經典的畫法 這個永遠不會退流型的 嗯 那個就是 把那個純形畫到很sharp 然後對比很鮮明的那一種 超難畫的 教給你 來 這個我們通常會用 筆刷會比較容易 那個線就很直了 就是這個樣子 哦 可以看得出這款的口紅的顏色 真的是可以讓你 很飽和的 對很飽和 然後很顯白 然後整個氣場就有了 對不對 所以那選口紅的顏色 真的是看膚色嘛 對不對 其實除了看膚色 還要看你的衣服的顏色 然後同時搭配 然後你去的場所 所以你看到了 WASA 110在我身上的效果 那現在在我身邊的是 我們的同事Amanda 我們讓大家看一看 小麥膚色的 它應該怎麼選擇那個 紅唇 通常我們選唇色的時候 我們會 拿三種 或者更多的那個顏色 你看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通常 那個小麥膚色 它是選 稍微warm一點點的紅色嗎 然後也偏褐色一點點的 只要選對顏色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你自己的整個那個 它就會更突顯 對 它整個氣場不一樣了 所以呢 真的是我們要選對了 適合我們膚色的那種紅 然後呢 可以根據你不一樣的那個 想要達到的彩妝效果 然後選對那個 塗抹的方式 其實整個人的氣場 就可以提升了 而且呢 如果真的是塗抹對的話 男生不會感覺有距離感喔